大家好,我是靖 今天我请来了专业烘焙师美女艾玛 给大家示范普世蛋达的制作方法 她将分享从蛋达皮制作到蛋达叶 以及烘烤的所有的细节 希望朋友们喜欢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来制作塔皮 250克面粉 加入5克盐 混合均匀 分次加入125克水 加入40克融化的黄油 用手和成面团 注意不要过度揉面 大致和成一个面团就可以了 用刀子在面团的顶部 划一个十字刀 保鲜膜包好冰箱冷藏30分钟以上 丁取一碗放入150克黄油 25克面粉 把黄油和面粉混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黄油面团 准备一张大的烘焙纸 将黄油面团放入 用手压扁一些 四个边都向中间折 折成一个15乘15厘米的一个正方形 翻过来 用擀面杖把黄油面团擀开 从中间向四个边分别擀开 是黄油面团也形成15乘15厘米的一个正方形 擀好后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以上 操作板上撒一些面粉 把冷藏好的面团拿出来 用擀面杖擀开 把面片的四周整齐 然后擀成20乘20厘米的正方形 中间放上冷藏好的黄油面片 像这样包起来 整理一下接缝 保证黄油面片被完全的包在大面片之中 用擀面杖敲一敲 使面片和黄油更好的铁合 像一边折过来 包上保鲜膜 在冰箱冷藏20分钟 20分钟后再拿出来 轻柔的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 擀成一个长方形 从两边向中间折 再向一边折 再向一边折 整理一下四周 保证所有的面厚度都一样 再用保鲜膜包起来 继续冰箱冷藏20分钟 20分钟后重复上一次的程序 重复上一次的程序 把两根香草棒切一半下来 用锋利的刀从中间划开 用手撕开成两部分 用刀背将香草籽轻轻的刮下来 如果没有香草棒 你也可以用二分之一小勺的香草精 收入小盘中备用 两个鸡蛋只取蛋黄部分 轻柔的将蛋黄搅开 加入45克炼乳 再加入香草籽 轻柔搅拌 混合均匀 搅拌均匀即可 避免打发 10克面粉过筛 倒入小锅中 加入120克淡奶油 180克牛奶 开火轻柔搅拌 全程小火慢慢搅动 搅拌至有些粘稠就可以了 待温度降下来的时候 倒一部分在鸡蛋液中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完全融合 再将淡奶混合液倒至牛奶液体中 轻柔搅拌 混合均匀 将淡奶混合液过筛 过筛两到三次 过筛后的蛋液做成了成品 口感才会丝滑 把蛋液小碗 薄薄的刷一层油 冷藏过夜的面团拿出来 面板撒一些干粉 用擀面杖把面团擀开 大致0.5厘米厚度 塔皮的厚度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 我喜欢塔皮厚一些的 如果你喜欢薄的 可以再把面片擀得薄一些 薄一些的面片可以做更多的蛋挞 然后用这种模具切成圆形片 取一个面片放入蛋挞碗中 转圈是四周铁合 并把底部整得稍微薄一些 一个蛋挞皮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就可以加蛋挞叶了 大致加9分满就可以 全部做好后就可以开烤了 送入预热好的烤箱 200度烤15-20分钟 待蛋液出现焦糖色 塔皮变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炉了 出炉的蛋挞稍微放凉一会儿 口感最佳 塔皮酥香 淡奶丝滑 特别的好吃 这款普世蛋挞没有加糖 只是炼乳的甜度 我觉得刚刚好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也谢谢爱马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